4月14日,杨杨灵魂发愣,有人在吗?Yet神魔意思,没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居然引来了30多末的转发,70多末的点挫,12末多条评论留言,而且数据还在持续增长当中,并且已经上了热搜第一,杨杨的影响力可见一般,当之无愧的顶流,如果你是老冲浪人的话,一定知道Yet的意思,是永远的神的首字母缩写,被粉丝用来挫美自己的爱斗,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词来挫美自己,比如陈坤在2月4日45岁生日那天,晒出了手捧蛋高少庆生,不忘挫美自己是Yet,像杨杨这样360度无死角的小鲜肉被大家挫美是Yet,就更不为过了,不过有意思的是,很多掉皮的粉丝并不如实告知,而是故意误导他称Yet是杨杨单身,杨杨永远单身的意思,还让他选一个,还有针对杨杨的第一句有人在吗? 有粉丝回应称,没人在,别理他,让他自己猜,聊天方式像极了多年好友,Yet解释为杨杨夺损似似乎也不错,不过粉丝担心到时候还要给他解释夺损的意思,最有意思的是有小伙伴脑洞大开,称Yet是杨杨大叔,本丝纷纷以杨杨的口吻回应这条评论,下一秒就拉黑,你耗没了,莫拉股,不和你玩了,你揍开, GF这个缩写可是杨杨自己创造的缩写词,粉丝曾经因为觉得造型师化妆技术不行,在评论区里阴阳怪气,惹得杨杨非常生气,也跑来对自己的粉,实力维护合作伙伴,他称这种挑剔很GF, 当时网友们都有点猛,不知道GF为何意,后来才分析出来,觉得杨杨真的是很有素质了,连过分两个字都不敢直接说,说到杨杨大叔,吃瓜群中都会想起其他两位军艺校草,沈腾和杀一年轻时候确实很帅,但是如今都四十好鸡,放弃身材管理,已经沦为了大叔,所以大家都非常担心杨杨将来的归宿会不会也是大叔, 也江杨大叔可别真的在十年之后应验了,针对此事,网友调侃,两个少年网上冲浪,惨遭欺骗事件,杨杨的粉丝们终于不是一窝蜂的刷屏夸哥哥好帅,越发的可爱,而杨杨最近也变得比以往幽默许多,比如那英发文称想要成团出道,沈腾留言想给他做舞伴,没想到杨杨也掺和进来,姐,我也会跳舞,随时待命,比起以前微博体会用来发广告的杨杨, 现在变得有血有肉多了,诚然冲浪不积极,但懂得不使下问,依然要给国民偶像杨杨挫一个叶子。